今天我们房车小鸭的邻居家特别热闹 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我在这我都闻着那个烧烤的香味 他们是一大家子 感觉今天人剧多 而且今天是圣诞节 他们好像在准备过圣诞 我们准备了两个小小的礼物 这块收拾好了 我一会儿要把那个路由的东西拿着就好了 你这个空间主要是存放东西的吗 不是这个就是我自己 自己的一个 我有那个桌子 有那个桌子 加上那个炉子 平时喝点茶 就是自己的一个静心的地方 跟我们那个完全是两个概念 我们就是布置一下 这整个是装修队 这整个就是弄的真的是家 没有孩子的话 没有这么多人 就我跟我媳妇俩就就弄 肯定会弄成你们一样 对对对 气球无头 不然你这个让我们就开阔了一个眼界 因为我们可能就从来没想过 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就是情境 对是 烧烤的香味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再来一个 谢谢 哦谢谢 谢谢 新鲜出炉 这是专业饱饭的 是吗 是 这都是你们都是一家子是吗 对 我们是自己弄的肉 嗯 是 穿的自己烤的 是吗 真香 好吃哈 太美味了 你也来一个 好嘞 谢谢 哇是香啊 再来一个 你看那里头 真香 你看你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没事没事 啥 我 好啊 看一下 这么多人 多几个 哈哈 哦里面是挺囊乎的耶 我那会在监控里看了一眼 我就想说又有这么多人 哈哈哈 一来了 一来了人人好多 我一下我就设恐了 哈哈哈 哎我觉得这个这个地儿家庭聚会 真的 特别棒 真的挺有氛围的 这你羡慕的哈 因为人家 北京的就是家里面人都在这出镜一去 还好 你看我们还真没玩 我今儿一过来就感觉像过年一样 今天天气其实特别冷 这个大中午的都有零下 九度 但是我们在这个小木棚子里面 它因为有一个这样的没油的炉子 所以整个房间都很暖和 至少穿着这个衣服是一点都不冷的 没有安全 安全 那它会有一点点味道 如果像这种空间不会有问题 但你要帐篷用 小帐篷的话是有一点点味道 叔叔您还在这忙或者能给 这接电呢 其实有的时候过什么节不重要 就是找一借口去表达爱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鸡腿来了 这也挺大的 这麦上可以哦 哈哈哈哈 看这个肉 不一样 哇 这里面是包着料的 包着料的 包着料的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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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就是气氛感拉满 现在虽然温度很低 但是阳光很好 天也很蓝